杰法师 辉达公布财报盘后标6个百分点 这不意外啊 台币股市今天再创新高 台积点也创新高 但是 什么 看节目 欢迎来到股市最前项 达到了礼拜四 老师今天股指数再创新高 不意外啊 昨天电影不讲过了 我说辉达那数据已经是漂亮的 好到不得了呗 好了详细的内容我们就不多说了 什么毛利78% 什么营收 对不对 增200%之类的 有多好之类的 不说 那不重要的 那必然是好的啦 所以啊 所以今天 盘后盘又标6%啦 说的 对 今天晚上你就看到NVIDIA破钱啦 今晚你就看到NVIDIA破钱啦 恭喜老爷和喜夫人 你们都有听我的吧 恭喜 那个设计师 对啊 我跟他说报到年底啊 你看 听我的就对了吧 哦 是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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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轻松转 台积电今天也冲新高啊 是 你知道我们刚刚小编在问了我一个问题 老师老师 就这个 那个NVIDIA大好啊 对不对 然后那个G2000啊 BlightWord这些 哇 对大好啊 嗯 那台湾的半导体设备啊 供应商有没有机会啊 是啊 我给你讲的 只有台积电了 只有他而已哦 嗯 其他都没有 其他都没有呢 大概率都没有 诶 趁热度都没有 不是 趁热度会有 但实际上 因为台湾能够供应给NVIDIA的 只有台积电 嗯 其他的厂商很难 是 你可以跟他合作或者是有些题材 老师老师不对啊 你说广大伟创技巧难道没有吗 这是代工 嗯哼 真正有提供 主要的关键领主线的 就只有台积电 就是那个晶片的晶圆的代工 对 只有台积电 所以最受惠的NVIDIA概念股 就是台积电 哦 所以他 其他的什么机器人啊 对对对 组装啊 是 对的AIPC什么的 对啊 那都是沾到边的题材啦 好哦 题材是题材 嗯 你不要看到股票涨停就兴奋 嗯 题材是题材 嗯 涨多了就要小心 就这样而已 涨多了要小心 好啦 anyway 那 诚如David跟大家讲的 快打部队快计快出 是 我们昨天把第一桶干掉之后 哦 是 人不是我杀的哦 因为我昨天就卖了哦 第一桶今天真的 不是这么好 恭喜朋友们两根涨停的第一桶 获利了结 之后今天 快跌停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昨天卖了今天不干我的事哦 那个杀伤力多强啊 你看 昨天所有看节目都有听到我讲 我卖了哦 有 昨天是报大量 我说我卖原来很简单 我早上第一盘看到 哇你勒 然后稍微看个五分钟 十万张哦 我走 我负责赚钱 英雄给别人当 好 对 我只负责赚钱数钞票就好 哎 不错 对对对 这是David的性格 我不用当英雄 英雄留个别人 给别人 我们是负责数钱的 实际赚到放口袋才是真的啊 把钱赚到口袋是 真的耶 真材实料 哎 你昨天真的没有卖 今天来到了54了耶 差十块钱 但是啦还是要跟大家讲啦 如果下回有机会呢 我们还会再来 哦 本家过来 下回什么时候不知道 在同价再大涨吗 对 谁规定同价涨完了 哦 谁跟你说同价涨完了 哎 听说 高盛跟花旗 有在喊同报价 会到一万二 一万五耶 所以 这是一个 长线的题材 不过一次这样喊的时候 通常都 好吧 我最想 你看昨天报大量 你也猜得出来啊 哦 是 原来啊 有的时候要 逆向思考一下 看我们节目人们 朋友们都很聪明 哦 你马上就知道 David会卖一定有原因的 哎对 没错 嗯 没错 我上礼拜就让你买好了 四十几块五十块 四九五十 了不起对不对 有 两根掌停昨天六十几 你不卖 可以啦 霍利涉及库啦 二十几%了 我怎么不卖 正发两天两掌停 哎正发就比较特别啦 能不能想卖就卖啦 因为他比较习 就是 他真的比较实一点 因为他没有基本面 对啊 真的 真没 哎这是实话 你不要笑我 这是实话哦 真的没有吗 我们很老实跟你讲啊 我们两天两个人 等会儿是跟你讲 他真的没什么基本面 真的没呢 请唱 对 天上 来来来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自己看哦 对 对 就就就差 呃 去年 全年 这一二三四季加起来 0.05 嗯 EPS 哎 0.05 0.1都不到耶 对对对 然后第一季 哦 0.0.0 那个数字那么低有什么好看的 他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 数字太低无法比较 真的 对对对 数据不够 对 是数值太低无法比较 数值太低 对 这是 如果说 去年赚一块 今天年赚两块 翻倍嘛 很棒嘛 0.0节都没什么好比较的 那就是 有赚到没赚 没什么差别 都同样啊 对啦对啦 有赚的也没 那就没什么赚 对啦 当然啦 当然是有题材有转型 是的 但是因为过例还不明 所以大家自己操作上小溪 要特别注意了 有钻记得跑一趟 好记得不要追高了 不要过度追 不要过度追 这样 好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 那昨天呢 信满先生的4979 华欣光 今天早上 本来也快涨停了 对啊 我记得差一档 对 但 但他就 比较可惜 现在说起来 现在说起来 对对对 连续两天掌停之后 你也别追了 好哦 因为David今天有请大家稍微先剪 原因无差 不是他不好 是David发现了一些特别之处 等一下有空跟他聊 好的好的 因为就像我们讲嘛 短线快进快出就是这样 主持人老师 我就是我要做长线的 那另当别论 因为我们毕竟 有些客户是要做长线的 当然 但是快打部队的活动就是这样 如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的 是 短线进出 两天两掌停可以了 够了 可以了 两天1.5根掌停也够了 也够了 两三天获了一趟 三四天获了一趟 一个人不要可以玩两趟啊 短做 短萃啊 好不好 但是说短萃这件事 哦 那个是很讲究技巧的 哦 这个新闻很有趣 好来 一个关于当冲的新闻 当冲的新闻 对 不是这一张 这一张 来观众朋友们大家自己看 这不是我讲的哦 这金管会主委讲的哦 很多人都喜欢冲爱东西 新任的金管会主委到 彭金龙先生 他说 就是人家问他们说 立委问嘛 这个当冲 到底是贪心的 还是了解的 真的 主委就自己讲了 彭主委自己讲了 当冲 赚少赔多 这不是我跟你讲的哦 主委讲的哦 因为这件事 2020年就跟你讲过了 四年过去了 事实证明一切 还是赚少赔多 还是赚少赔多 不是没有人赚哦 有 极少数 这感觉已经像 八二法则的一样了 不吃八二法则 哇哇 一九一九一九 不吃 赚钱人家一成都不到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是零成本啊 好吧 我就冲来冲去啊 嗯 对不对 谁知 你看哦 去年台北股市这么热哦 大 去年是大多头一整年耶 真的 从去年 从2022年的10月底 我们空单回补班 做多那一天嘛 10月27嘛 对 一路到现在都是落头耶 对啊 一年半咯 是啊 去年全年 只有53%的赚了234亿 但是有47%的人赔了500多亿 哇 哇 然后还有13%的人 包办了九成的亏损 妈呀 这怎么感觉 是一个赔本生意的感觉 然后赔最多的是 交易频繁的大虎 是 那小户是小最小赔 新闻上面写的哦 我照念哦 小赚小白哦 新闻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哦 对 我是照念哦 这主委讲的不是我讲的 所以你看 集中在交易的频繁大户 不是好像说有一个 那个什么 什么当冲乐界所是不是 有一个 很多这种 媒体的就出来了 其实跟大家讲啦 当冲免你讲那么简单 你要像David一样 能够知道说 上礼拜先把第一桶买好 这礼拜两个掌停 第三天卖掉 卖掉 这么简单 我昨天卖掉 你讲很简单啊 你怎么知道 同校会长 是啊 你怎么知道 在上礼拜先买 你看 第一桶要跌停了 你看 我昨天才卖的哦 你看 你看 你有沒有避开了 你一定有避开啊 你明天看我节目还不 你听节目都有避开了吧 你不会去追高吧 不可能 你听我节目绝对不会 因为我讲过 我两天掌停 前天 第一桶第二根掌停 我讲过 我很有可能明后天就买了 有 老师有先 先跟大家讲 因为就怕大家去追高了 对啦 好 相信你都有听话哦 那个华欣光今天第二个灯哦 是第二个灯啦 但短线的朋友们 先走一趟 短线的朋友们先走一趟 先走一趟就对了 短线的朋友们要先走一趟 好哦 好哦 为什么 我解释给大家听哦 来 请看台北股市今天 非常非常有趣 不是股票涨停不恭喜你哦 是股票涨停之外 你不能只看指数吧 对 只看个股 来来来来 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涨什么 今天台北股市涨什么 台积电啊 要看这个吗 没有 你就看台积电涨多少 涨11块 好11块 所以1.28% 来 David算给各位听听哦 我们拿出可爱手机 来计算机一下 130 今天21600点 对不对 加一指数 对 台积电占31% 乘上点31 所以台积电自己一个人 就占了6696点 对不对 好 台积电涨多少 11块 不是 涨幅 哦 OK 你不要跳掉我找不到 来看一下 麻烦你跳过来 好 等我一下 不要动 1.128 不是 6696 等一下我重来一次 好 1.28% 乘上点012 多少 至少80点 所以今天是大盘还是跌的 你扣掉台积电之外 鸿海也是涨的 你扣掉不止了 这样子看来 零八克也是涨的 对 大哥 二哥 三哥 2454 还有谁涨 红基 2353 这样扣掉 这就是台北股市今天的猫腻 这感觉有点 为什么David今天早上找你先获利老杰一趟 有原因的 台北股今天猫腻 你看华西光早前波罗外上去 上全也上去了 为什么还是跟人家先走一趟 不是CPU不好 是有赚就好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你看我们今天明明现在嘉然支付长60点 是 我们现在录影当下是12点58分 很出席 今天嘉然指数涨60点 目前 好 上市的涨的股票 只有不到200家 这么少哦 上市跌的股票790家 你看那里有没有 跌的有790家 涨的只有150几 是的 157 上市台北股市哦 加权指数是上市的 上涨的公司只有157家 跌的有790家 没错 因为都被台积电掌管了 是 就感觉就是 你看嘛 我们刚刚讲嘛 现在涨60点 对啊 台积电一个人就至少80到110点 贡献了 对 因为如果涨1.5%就100点 嗯哼 他涨1.2几就是80点 对 光台积电一个人就吃光了 是啊 还不要叫鸿海哦 没有 也没有发歌哦 都没有 都不算哦 光台积电一个人就吃光了 所以你看 现在我们看到的指数的上涨 嗯 几乎都是全资股贡献 是的 那你再回头看看 David刚跟你讲的 贵卖指数还跌了 诶 这样没单纯呢 感觉 诶 不代表台北股市长完了 我讲过 多头还没结束 所以就是锁定 但是 震荡一定会有 对 对吗 我们这样解释合理吧 可以 就David跟你分享 诶 老师所以你昨天低头卖掉 对 很多股票这两天 让你先货一岛结 嗯 就是因为 有可能会有再减便宜的机会 有可能会有再 很有可能会有再减便宜的机会 有兴趣的自己电话拨通 好不好 自己电话拨通打来问了好不好 如果有节方下方有那个资讯 真的 自己停 或者是帮我们的 有兴趣的朋友们 来的生活圈来 好的 恭喜所有朋友们 今天CPO继续大涨 是的 早上卖了就卖了 找下新的就好了 有的 OK 嗯 好 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二则的一个新闻消息 NVIDIA要 一分十我刚还没讲过 一分十还没讲过 对我刚入别的时候讲过 是 一分十就觉得 老师那 来来来 一分十哦 你不要想太复杂 股民会不会影响 没有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 TESLA上次不是分过 翻完不就 就撬片子 怎么会这样子 没有 那是跟TESLA 后来营运下滑的关系 那是TESLA 那是TESLA 不是NVIDIA 没感觉 会有那种效应 你们都想太多 就像有些人 天生利直 对不对 我打个比方好了 曾经有人说 古神巴菲特之所以是古神 古神 他一天喝 至少一打的可乐 就小罐来喝 真的很猛耶 巴菲特真的是把可乐当水喝 他是这样养生的吗 不不不 那你觉得 所以呢 就有人效法学巴菲特的饮食 结果呢 十年之后呢 他就中风了 巴姨你除了可乐之味 你还有吃了什么 巴菲特之所以长寿 不是因为他饮食有多正确 就是嘛 他其实都吃了垃圾食物 他都是垃圾食物 他喜欢吃垃圾食物 对对对 人家的长寿 是因为 他们家族有长寿基因 他的父母亲都长寿 难怪 对 这跟他的饮食没关系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这叫一种幸存者的偏误 大家听过吧 就是比方说有人去拜访那个 哎呦 那个山上的一些部落 或者是那种一些很长寿的人类 然后那个 我自己有看过新闻 就拜访一个阿嬷 阿嬷 哇 那个一百零几岁 身体充尖对不对 是啊 然后记者问他说 哎 你怎么保养的 阿嬷你怎么那么长寿 对 他说每天饭后 他不是 小米酒 不是 不是这个 我抽烟 他不是抽这种的 他是他们自己卷的 真假 亲爱的 那个对身体不好 他会那么长寿 跟那个没关系 真的跟那个没关系 要搞错重点 同样回归 NVIDIA的一财时 一财时 你不要看TESLA 猜完之后就脱开 对 NVIDIA猜完之后就如何 这就搞错重点 好 真正的重点是 NVIDIA的财报确实好 而且会今年一路好 甚至好到明年去 所以这件事没问题 那一财时的好处就是 你知道今晚NVIDIA就一千了 这一千 猜十 一千美元一股 好贵 不是一张 一张是一千股 是一千美元一股 是的 买一股就要 你自己乘三十几吗 哎呦 买不下去 一千美元 真的买不下去吗 一股对不对 对 我买一股就三万多 我怕死人 真的 好 那这边问你 如果一猜十 一猜十 好入手 是不是好入手了 好入手 这是股票分割的用意 他想让更多的人 去拥有挥达的股票 让他friendly 更轻 他本来就有了没差 你就一丁 没有十丁 你股价剩十分之一嘛 你张数变十倍嘛 这样也不错 就一猜十就涨 对 就这么简单 不要太复杂 一猜十就这样玩了 一猜十股价再涨上来不就 那赚更多啊 太烦了 我相信是有机会的 抱抱抱抱抱抱 报警处理 抱不抱得住要看人了 也对 有时候我抱得住 你不见得抱得住 也是 其实有第一次跟大家讲 是跟你们讲 我跟我们家设计师的故事 去年的时候 还不到500啊 去年12月啊 对 那时候还不到500 还不到500啊 他就问我NVIDIA 我说抱着啊 最近快一千嘛 我上次去 剪头发的时候 他还问我说 那不是报到年底啊 我上礼拜再跟你讲过这个故事 就被犯了 你看 你看 轻轻松松 现在是快签了 这当中的震荡 我相信很多人就卖掉了 一定的 抱到年底 抱到年底哦 年底再问我要不要卖 现在才五月份呢 老师 我去年就讲 抱到今年年底 去年就是抱到今年年底 你看看 我23年不跟你讲 来来来 全国朋友们 你去看去年12月 我的节目讲什么 我说2024年的大多头 你一定会很喜欢 2万你觉得不是高点 2万以上 对 至少 好 前阵子4月19号 大跌千点的时候 我说 那个也不会是高点 那个2万0500 不是高 2万800 不是高点 2万1也不是 对 现在快2万2了 是啊 所以今天也不是高点 不要怀疑 还没 好 喜欢财子数的 你 请教我们 女股神 优越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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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越姐姐喊10万 对 她去年就喊10万了 早班 那去年1万6 她就喊10万 你看看 神不神 神 对不对 神经病 神经病 这句话不敢跟屁话讲 乱喊 乱喊 对啊 不负责任嘛 对不对 你要喊的好 那大家一起来 对嘛 最怕你 那重点是 接下来的行情呢 即便是震荡盘 也有股票可以做 那老师 现金队你看到 今天的这种情况 都是大型全职股 来贡献指数 把指数抬上去 这比较可惜啦 这种小新股 反而没这么多 这种状况比较可惜啦 就是你只有涨指数 对 你没有让股票 起来跟上去 所以那个热度会不够 是 所以短线人会震荡 但你们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要珍惜啦 那是机会 真的 有便宜要减 所以这两天 记得获益老姐 有便宜要记得减 记得获益 我今天讲完之后 明天下来 老师那我们是不是 卖点要快来 真的好快喔 把握啊 真的要把握 有的时候你觉得 我再看个一两天 就像我昨天叫你 卖第一桶 你如果看一天 今天就快跌停了 对啊 真的跌停你看 你看 两天两场停 第三天创高之后 然后今天打跌停 我昨天卖的啊 或者没有 coach都有啊 我昨天早上九点多卖的 我九点多就卖了 你看 因为我昨天就是看到第一桶 他开盘五分钟就爆量 我说啊你哪位 有本是你锁 你没锁就要卖了 他没锁就直接 第一个VIP全出 在coach全出 全部卖出 你看五十张一百三 那买张都全卖了 昨天 我昨天至少贡献一万张 昨天陈嘉兰 将近十二万张 那我们贡献一部分 是不是 你看看 因为我说事情买得多啊 大家觉得 创高了 连续两个掌停 第三天创高 干嘛卖啊 来来 coach给大家看 是不是连续两天涨停 我还节目才公开讲哦 是啊 我昨天公开讲我卖了哦 我在前天涨停满 我还公开说 我可能明后天就要卖了哦 还呼吁大家不要乱追 不要追哦 是不是帮你避风险 又赚到财富 这是快打部队 就是快打部队的精髓所在 我们赚进去口袋了 今天的谍庭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 会不会改天觉得 哎便宜了 我看看嘛 让我再多看两眼 不要猜啦 对啊 不要每次要看一些 有的没的 没有营养的 没有帮助的 不要看 你说 那个比方说 谁谁谁的肥沃 那是什么吗 没有那好爱看 八卦好爱看 哎你真的很爱八卦 嗯八卦 嗯 那你八卦比较多吧 我为什么八卦 我只有以前看过的蠢事而已啊 蠢事倒蛮多的 对对对对 不要不要 公开节目不要这样讲 太好笑了 真的很好笑 谁没有年轻啊 真的真的能讲 谁没年轻过嘛 真的想听改天我就把你们讲 好改天啊 今天要讲也是可以啦 可是我要想一下哪些可以讲的先不能讲 我怕那个尺度问题啊 对对对 我们又要11点以后再播了 那那么烫 不要不要 好 来重点是 到念书的时候 大家都玩很嗨的 真的很嗨我相信 对啊对啊 好那么现阶段到底指数呢 在高档 甚至今天又再创历史高的当下 不要只看指数啦 对 只看指数 你只会看到台积电 红海更连放客 对你只看到他们耶 他们真的是 会突然觉得好像 有点无聊 对 还有没有什么 对啦 如果你们自己想买台积电的 我之前讲过 上次掉下来的时候 记得买吧 750 760 那现在短信上没有买点啦 那就是 如果愿意报就报到年底了 不愿意报了就是 等看我们机会做价差啦 好哦 因为今晚的NVIDIA 才报这么好的状况下 一定大涨 盘后已经涨6%了嘛 是 比较怕的是因为 破千之后会有震荡 嗯哼 因为NVIDIA今晚破千嘛 对 破千之后会有震荡啦 所以短信要小心一丢丢而已 好哦 就只是这样而已 但也不会 不会让你太恐慌啦 你不要恐慌就好啦 真的真的真的 恐慌是人自己造成的啦 是 不然Degg问你嘛 四位学校到底发生什么大事 就台积电财报不如预期而压 是没有大家想太好了 不是 是大家一开始才很好 很好 非常好 所以四月十八的下午 台积电讲完之后 碰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你讲 那天超好笑的 那天不是台积电发说 四月十八下午吗 嗯 然后说中间不是 麦克风没电吗 大家记不记得 对对对 记得 有这个新闻 然后结果一开始哦 那个下午的期货的盘 三点多的期货盘是涨的 然后突然翻黑 然后就变成跌五十 跌一百 跌两百 然后隔天就 砰 一开盘就五百了 哇 就是这样 四月十八上来的 是 记不得哦 没关系 小弟记忆力很好 那天真的 大家想了 把台积电想的太好了 害我太开心 那天真的好快 那天真的好快 那天买了航运 对不对 我记得 少了航运 我跟你讲 我那个礼拜还买了什么 我还买了CPU 有 就是这么来的 一百块的上全 这张买来的 真的很好赚 是不是 速哦 速哦 好了 这一波CPU 已经涨上去了 就不多说了 那今天滑行光涨停 就不要再追了 大家自己 小心追高风险高 好的 追高风险高 重点是 喜欢快进快出快打部队 欢迎你继续把握机会 直接电话来做播通 20266303231 喜欢那一块 很准的赚 让你没有压力 没有负担 来赶快把握 我们的快打部队的 专案活动 电话来做播通 节目最后 感谢杰宝老师 YD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见啰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